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墨绿色的外套 敞开的领口露出白色的圆领衣衫 着装简洁而时尚 透着商务男性的成熟气息 对于这条新闻 有粉丝表示质疑 重庆能出来吗 有IP显示是重庆的网友留言解释说 符合条件的话是可以的 焦阳伴我在重庆拍摄期间一直都拒绝路透 而粉丝的行为也很默契 自觉抵制非官方剧照 此次肖战难得离开焦阳伴我剧组 不知道是因为剧组暂停拍摄了呢 还是剧组拍摄室内戏 而不受外界影响 按原本的工作计划安排外出拍物料呢 由于肖战的巨大流量 找他合作的大牌源源不断 他的商务也一直在扩充状态中 肖战一直都保持低调做派 即便如此 他依旧有超高的人气 在内于超一线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由于肖战的时尚气质卓绝 他的商务大片总会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 每逢他发布新物料 总能引来媒体和观众的赞叹和追捧 不知道肖战此次物料 是有新商务要官宣呢 还是为旧商务做缝制新下衣 毕竟肖战身居浅出 能有新物料提上日程 就意味着又有全新的影像将要来袭了 从媒体放图来看 肖战神情愉悦 田静而悠然自得 整个人的身心都处于放松状态 他没有为自己的名所累 保持着天然自成的优雅和宁静 让人观之可亲见之忘俗 眼看12月就要来临了 肖战版《如梦之梦》的三成巡演也要揭开大幕了 12月的影视圈注定是属于肖战的 作为粉丝 你对肖战有哪些期待呢 欢迎留言讨论